一、做人,别总想着去占便宜,没有谁是傻子,心甘情愿让你去占便宜,让你占便宜,那说明人家让着你占了便宜,不能说明你有多聪明,那只能说明人家大度,没有斤斤计较。 二、做人,别总想着去议论别人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,不要拿着自己的三观和标准去衡量别人,没有一番丰盛的人生,谁都有犯错的时候,要用大度的胸怀,去容纳别人。 三、做人,别总想着去出卖谁,不要为了钱财,而出卖同事,不要为了利益,而出卖朋友,情义是最宝贵的东西,能在你困难的时候帮你一把,而钱财终究是身外之物,不要因为身外之物,而丢弃了情义。 四、做人,别总想着去欺骗谁,没有真诚的心,才能获得真正的朋友,没有真诚的人,才能结合真挚的友谊,不要用谎言去获得什么,骗得了意识骗不了一事,没有真诚,才能获得他人的真心。 善良不会有错,这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,善良做事,才能获得成就,善良做人,才会赢得未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